再来是令人难过的消息 台东清风乡嘉兰村一名八姓男子 长期照顾失智的父亲还有三名小孩 他是村里面人大家公认的孝子 而日前他都市上山之后居然失联了 部落青年出洞寻找 发现男子遗事失足罪严 20号运送遗体下山 族人依旬传统鸣枪告慰他在天之灵 部落族人依旬传统 在事发地点每30分钟 就对空鸣枪一次 响亮的枪声回荡在山谷间 告慰往生者在天之灵 现场一片哀戚 他其实蛮认真的 他几乎孝顺 只要有什么工作他都做 罹难的40多岁八姓男子 家住台东清风乡嘉兰村 平日打零工维持生计 上要照顾失智的老父亲 下有三名孩子要养育 负担沉重 日前跟妻子说要上山去爸爸以前农作的地方 但这一去就好几天音讯全无 家属赶紧报警 部落青年也自主巡守队动员上山寻找 最发现男子疑似失足掉落山崖 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要将大体运上来要有一段时间 要经过托拉就是把人员从山壁底下托拉上来 所以要费了相当的人力跟时间来做这个托拉 将近40名搜救人员联合把大体运送下山 家属看到这样的场景 忍不住哀伤情绪 痛哭失声 但也感谢搜救人员的协助 而详细的死亡原因 还有待检察官向宴 继续下大会 金风向报道